法谷山花莲金社举办启用前第一场暖身讲座 由关怀院监院法师和民众来分享六祖谈经的生活智慧 为民众解析内文含义 同时借由禅中六祖会能精彩的生命故事 引领民众回归到日常修行 把心理和生活实践相互结合 23后下午为在花莲市中央路市段的法谷山花莲金社 举行启用前第一场暖身讲座 以六祖谈经的生活智慧为题 由关怀院监院常哲法师 借由照片考据版本 旁征博引介绍谈经与禅中发展 引领民众走入六祖会能精彩的生命故事 这是汉传国教的祖师里面 他的语录唯一被称为经的就是六祖谈经 常哲法师表示 谈经内的祭诵都名为无相诵 也是禅门经药 并引会能大师在剥勒品中的无相诵 为听众详家解析处处合意涵 而法师也强调日常练习对修行的重要 引领听众见识体会经中 以无念得智慧 以无着离烦恼 以无相见佛性的心理实践 以及如何用忏悔 发愿受三规一介作为生活时间 佛陀所说的修行的法门 无非都是要让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六祖谈经它比较特别就是因为称为顿教法门 就是强调民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六祖大师又特别强调 见性不是很难 因为众生的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 跟佛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 不认识 六祖大师特别教导我们 要在生活之中 用这个般若智慧来关照我们的自信 关照我们清净的佛性 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常保持 在非常安定的一个状态之下 这个是很值得推广的生活产 六祖谈经它虽然 它可能是好几 唐代时候在讲的 就是离当时的时空背景 虽然离我们很远 但我觉得法师 常常法师把它 从师父那边 再去把它去分化 去契入我们的生活 然后举很多有趣的例子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生活之中 能够都能够学以自由 法谷三华联金社 为迎接三月份祈福皈依大典 从一月起接连办理六场智慧与经典讲座 2月19号将邀请到法谷三副住持 与民众分享用认言经过禅心生活 邀请华联乡亲一同深入金帐 领略经典奥义回归修行 也欢迎民众把握姻缘 报名3月20号的祈福皈依大典 乡亲可洽法谷三华联金社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